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第三百一时一期的ETV 我是蔡佳萍 新闻的一开始 带您一起了解本期的新闻重点 王土良制作道教神明珠帽 几十年来如一日 胡子市新庄里推动老人食堂 以实际行动关怀银发足 科技进步带来产业冲击 早期照片修图技术逐渐失传 珠帽是神像头上的装饰品 而这一位王土良师傅制作珠帽 已经有三十年之久 海港圣母天后宫里 每一尊神像的珠帽都是他的作品 跟随记者的脚步带您一起了解 这些精美又华丽的珠帽 是怎么透过他的一针一线 勾勒出来的 穿着青山 说话笑话 面顶都是笑海海的王土良 他的工作就是替廟中的新闻 制作珠帽 海港圣母天后宫里面 一整整整个新闻 打到顶的珠帽 都是他的作品 我们这个新闻在地的 楼里的大学上六七种而已 我所做的楼里就是 王佐伯做的 一种人说珠帽 我珠帽在做的时候 孫時魯仙、十五時才會接受 做起來覺得很豪利、很嚴重 所以十五時有時候在地上比較不適合 所以我專門是讓蘇瓦洛秀吉和招牌 來做一間聖母和宫館的母親 王托良製作豬仔母的方法 全台灣來說並不是每次都有 用它30分之間的經驗 一步一腳印 聊聊好聊聊做 在山上的摩治町主婦都有它專有的定石 一直做母親,我從18年開始做母親 我本來做小孩,我從一切都沒有 但是對這個藝術我真幸福 我如果說,阿嬤立山就在做母親 看那個媽祖的孩子 我才開始做母親 我來一堂一堂一直做 那時候開始一直做 做到沒有一直求 一直說比較漂亮 然後再去做,再去做就有心心 我們聖母親 在做,當然我們市民對在做母親也很信用 過去沒有人做 過去沒有人做,後來也沒有人對得到 王托良在自己工作地面點點做 人家說,點點點做吃三碗講碗 他會打拼到努力 不但為自己的一片天 我們也在一起的印證公 365行行行出獎完一句話 記者心地評,五重倫改期報導 照顧服務員陳娟妮身體力行關懷銀髮族 透過計程車結合長青園老人照顧服務員的工作 從交通方面支援長者 不只照顧長者的交通安全 也顧及他們的心理健康 嘉義市有一位女司機陳娟妮 她將老人照顧的專業延伸接駁服務 成為阿公阿嬤的專屬計程車 九月開始 還有就是接送我之前在長青園照顧的長輩開始 在行的服務方面來支援這些印法族的長輩 我覺得其實行的輔佐對長輩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直接的資源 她到達她想要到的地方 平時他們可以有一個比較信任的司機在 就是說對於老人的各個行動 她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分享 身兼照顧服務員的陳娟妮 不只照顧長輩的交通方便 也關心心靈健康 讓長者能有尊嚴的被關懷 他們不喜歡施捨 她希望你照顧她的 是可以有一個對價的關係 載她然後去關心她 然後她會覺得說 她相對有針對那個跳表的金額 給你費用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們給的是一種尊嚴 她是一個服務生命的事業 她是用生命服務生命 她都要扶我上來 扶我下去 這個腳不好 不太喜歡到外面去 我家都有去 我一定會叫她 考量在職人士 只有晚上有時間關注長輩議題 陳娟妮固定時段在夜市擺攤 提供民眾諮詢的平台 最常遇到的就是 失智症辨別的問題 一開始 不喜歡約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 所以這種非正式的場合 其實是蠻好的 陳娟妮將職業與專業結合 日夜為民眾服務 並將相關資訊在網路上分享 期待更多人一起關懷長輩 打造影法族的友善城市 中正一報 丁文茜 蔡玲秀 嘉義士報導 現代修圖軟體盛行又方便 幫助現代人掩飾不完美 但早期拍照沒有電腦 要怎麼修圖呢 帶您走一趟新港 一起看看這項逐漸失傳的 傳統修圖技術 傳統修圖師傅專注的拿著畫筆 與工具在底片上塗抹 不同於現代強大的修圖軟體 師傅利用手工將瑕疵修飾的 完美無缺 早期拍照盛行的修圖技術 如今已漸漸失傳 修圖技術第一個要先了解 就是鉛筆 它修底片的時候一定要分 細的 粗的 黑一點的 就是在修比較重一點的地方 鉛筆完以後就是要磨成這樣子 要這麼細 更長 本身你就是 因為它這個照出來不均勻的光 你要給它補完 就是擺的 在底片上是 反 反差是對比的 在小小的底片上 修飾五官 髮型或是戴上帽子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細心之外 更需要極大的耐力完成每件作品 要成為一位專業的修片師 往往必須經過多年的磨練 學這個技術最快要一年 它只是知道 天天 你天天有在那邊做做做這樣 可能要一年 但真的要專精的話 可能就是要精益求精 三年 五年 十年 不一定 近年來是為科技盛行 傳統底片與相關產業竟然遭到淘汰 多樣的軟體取代了手工修片 也讓底片修圖成了年輕世代陌生的名詞 我以前沒有聽過耶 就是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蠻特別啦 因為我們想說 底片修圖應該是用別的方法 用化學藥劑之類的 沒想到它竟然只是用鉛筆去點就可以 很多東西照片我們看到 覺得說 蛤 怎麼這麼可惜 就是都已經壞成這樣子 可是它竟然可以把它修復 雖然說不會覺得說是剛照 可是就知道還有它的歷史性跟經過時間 手工修片雖然將近失傳 但其文化與藝術價值仍然值得保存 那後代更人式早期的技術之外 也是對傳統記憶的尊重與延續 中正預報 楊欣燕 李思慧嘉義新港報導 蒲子市新莊裡推動老人食堂 在固定的時間提供長者免費的午餐 還結合各式各樣的活動 鼓勵長者走到戶外 嘉義縣年輕人口外流嚴重 獨六老年人在家鄉生活 不只是新莊裡社區發展協會 推動老人食堂 讓長輩能多多出門增進互動空間 這食堂是因為在本來嘛 我們就有做據點跟長青活力戰 那因為在之前縣長他就一直在 一直要推動這個區塊 老年人因節儉常會有食用隔夜飯菜的習慣 加上行動不便 比較少外食 社區提供免費午餐 大大提高生活便利性 我們社區裡面的就是 就比較慷慨的善心人士啊 他們捐 那我們就辦給老人 就是讓他們多一些休閒時間 然後也不用擔心他們在 嗯 這是一個人嘛 所以說想說讓他們在這邊 就可以一起用餐 真好啊 人家煮便便 讓我們這裡也真好 為鼓勵老人走出戶外 社區提供日間照顧 安排系列活動 讓長輩在參與過程中 受在地的熱情關懷 家裡家會有什麼東西 都家裡啦 不讓大家來 像運動的話要欲望他們跌倒 只是簡單的 因為設計老人那些 欲望他們他們體力有可以負荷的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老化 我們勢必更重視老人福利 也期望老人食堂能拓展全胎 在他們規劃上的話 我們會比較 著重於比較靜態 比較簡單的 因為總是年長了 在這個高齡化時代 老人家希望的不過就是簡單的關心 社會若能給予更多重視 就能打造友善的高齡環境 中正宜報 李欣如 李佩柔 嘉義樸子報導 雖然TEDX中正U 在中正大學已經兩年的時間了 但仍然有許多學生不知道這個團體 今年12月他們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希望同學能夠參與各種議題 聆聽不同聲音 雖然TEDX中正U在校已經創辦近兩年 且在校內辦過一次盛大演講年會 與武術的活動 盼難在校內引起風潮 但效果卻依然有限 一整年的方向是觸動 就希望大家可以碰觸各種方面的東西 然後進而在裡面找到行動力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辦了TEDX Months 然後這裡面有五個活動 然後每個活動就是的主題都不一樣 然後玩的方式也不一樣 希望就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讓大家找到自己的行動力 開心的開場活動 用人性未來Gallering 利用TED Talk的影片激發參加學生的思考 讓學生能用不同的面向去了解問題 並期待學生能夠實際付出 這一次Gallering就是人性未來 希望可以在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去發想說 我到底可以在生活上的哪些東西去著手 然後做出一個符合人性的東西 TEDX中正U雖然在校已經創辦兩年 辦過無數的活動 但是許多學生依舊不知道這個組織 你知道TED中正嗎? 不知道 那你有聽過他們最近有辦什麼活動嗎? 好像不清楚耶 不清楚 不知道 就是我有問過很多工院的同學說 欸 你有沒有聽到我們TED在辦些什麼活動 他說TED我們學校有這個團體 已經兩年了 大家還是不知道有這個團體 TEDX中正U面對如此困境 策劃人賴文匯表示 未來會想增強宣傳方面 來提高活動知名度 期盼未來他們能夠找出解決方案 來吸引學生們的加入 中正義報 陳穆恩 黃沛文 中正大學報導 畫面上這個讓人食指大動的食物 是在民雄常可以見到的烹皮麵 烹皮麵在過去是利用做菜剩餘的豬皮所製作 也是過去農業時代簡樸不浪費的這家寫照 一起來看看 油亮Q彈的外表 酷似麵筋的紋路 這一塊塊醬油色的小吃 就是民雄的傳統美食 鳳培 中午晚餐到宵夜 都算是民雄很有名的小吃 然後到我爸爸媽媽到我們 等於說他們賣了三袋 我們也吃了三袋 吃起來有些人會覺得說 還會以為是高級食材 會以為是很有膠原蛋白 或像竹森這樣子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很平民的食品 你用平價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吸飽美味滷汁的鮑培 下飯又不油膩的特色 不管配飯或是配麵都很適合 在過去物質較缺乏的年代 是當時受歡迎又平價的交質來源 快四代了 那將近大概應該有100年左右了 農業時代早期就是經濟物質條件沒那麼好 然後就利用比較一些現成 那因為豬皮一般人 可能就比較沒有在使用 要下去加料 然後會有另外不同的口感這樣子 鳳伯尼吃起來簡單美味 製作過程看似容易 但其實都是一步步遵循傳統的堅持而製成 因為豬皮現在是屬於比較少見的食材 因為它做工蠻複雜的 它就變成一個特色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要手工製作 所以沒辦法大量生產 就是每天你要去市場採購新鮮的豬皮 然後你要下去 你要切 然後你要經過日曬 讓它整個乾燥下去炸 炸完之後要下去煮 一碗碗簡單而美味的本壁咪 從過去物質較缺乏的時代流傳至今 除了成為吸引為常的傳統美食之外 也蘊含了百年來的在地記憶 以上是本期的ETV 節目的最後帶您一起欣賞嘉義公園的美景 我是蔡佳萍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